大家好 今日2021年9月30日星期四 今日焦点就有我周天卫和周蓉 跟大家讲讲今日的时事热话 今天要讲几件事 其实大家都会看到政府已陆续出招去撥乱反正 真是给市民不少的希望 重头戏当然就是九龙区区议员宣誓 政府昨晚DQ了10位人 包括大家都熟悉的民主党陶锦生 佔中向警员潑不明液体的曾建超 大律师刘伟聪等等 其实陶锦生 今次DQ了陶锦生 差不多走到一个位置 令民主党真的可以不参数 如果你看到谭香文那些都出来出来 我去参选 换句话说 组织化的反对派 基本上在香港的政治上 很可能不再延伸 剩下个别人士出来搞下 这个也可以说 香港的政制发展 去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去到什么时候 才有组织性的政党回来呢 那便要看了 譬如民主党 李华明也说 民主党应该去参选 是的 如果你这样说 问题就是 有没有别的民主派人士 会再出来阻挡呢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的 港岛加九龙 直至到今天 就DQ了17个 是 下个星期一 就到新界了 陆续有来 应该 陆续有来 到时再跟大家更新 是的 不得不提高级督察林婉仪在应勇殉职 竟然有两名消防员在网上幸灾乐祸 结果两名都被停职后查 消防署亦出声明说 如果有人涉及违规违法问题 一定会严肃跟进 政府纪律部队人员总工会也有发声明 强烈谴责这些恶意冒犯的行为 说真的 大家都是同僚 为何要这么恶口伤人得这么厉害 其实大家看回 你都不能不话 其实网上很多人留言 那种怨毒 哇 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问题就是 第一 香港是否要慢慢走回大陆 第一 就是真名登记 是的 实名登记 实名登记 第二 如果你做一些事是鼓动煽动 或者是伤害 引起别人来对特区政府 或者政府 或者内地的不满 或者受患 警务人员 其实是否真的要立法 是要立法的 就是说真的 自由给了这么多 你们 就是你们永远就是 濫用自由去到尽 不如我们说回那两个消防员 那才算 喂 你没有宣到誓 你宣了誓 即是大家又是 宣誓当吃生菜 不断口吓啥就算数 其实真人的东西又做出来 好吧 你要记住一件事 你写了这样的东西 在你网上的时候 其实 即是是否 违背了你的誓言 如果你有违背到誓言的时候 炒之灾 那你要告诉我 你多难你才考得去做消防员 你多辛苦做到 为了这样的东西 你现在没有了份工 是否没有份工 我不知道 但你问我 我就觉得 炒你 都完全不是出奇的事 这些成年人 我也不太明白 为何人要这么恶毒 就是恶毒到不得了 那这样不如你走 即是你去英国 你应该考做消防员 是否这条路是你走的 我都不知道 好 我们讲第三单 第三单一定要说 就是 其实港台 刚刚制定了一套政策和指导原则 他昨天送了出去给员工 他重点说明是需要注意的误区 譬如不可以把台湾称呼为国家 不可以提供平台鼓励煽动危害国家安全行为 亦不可以引起或者加深对中央港府的憎恨 这些政治ABC 我都不明白为何要再三说 因为你不说的话 有很多人乘机在炸炸炸炸帝 搏大帽地做些东西 其实一间公司 你写清楚它 对的 你写清楚它 你不能欺骗 你说得对 其实难看之处就是 作为一个政府部门 你要将这些东西做到一个员工手冊出来 即是欲宣都不得了 那你是不是欲宣 即是欲宣 但是也好 但你也做好过你不做 因为你做了之后 你再有就好像消防员那样 停职或者炒炸 严证处理 是否要这样呢 撥乱反证就是这样 不得不提 其实还有很多界别 都有很多问题是未解决的 真是重灾区 前特首梁振英创立的803基金 去年2月的时候去信教育局 要求公开专业失当的教师 和学校的资料 局方用有违公开资料守则 和其他原因做挡箭牌去拒绝 之后803基金入品 司法覆核挑战有关的决定 其实我一向都很支持803基金 说真的一句 你有些事情要做正确的规矩才行 但是日前 就有宣布案件宣判了 法官就认为教育局在法律上是没有错 裁定803基金白数 法官就说 教育局是基于公平的原则 避免伤害当局和学校之间的信任关系 亦都避免了公众 因为个别的教师的失德行为 对整体的学校会产生偏颇的观感 我们就不可以去讨论 即是法官说的事情是正确的 不是的 你可以说 他说了出来 你说不同意他的 他错了 我可以说得很清楚 我就不觉得法庭是说得正确的 因为我认为 如果你个别的教师有失德 你宣布出来 那别人有一个偏颇的观感 对于教师 有什么问题 还有学校 那你的学校 如果你认为 因为这个教师 而令到别人 令对你有偏颇的看法 那你便解释了他 你便叫他走 你便叫他离职 他走了便没有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老实说 法官有时候 我们很难说他对他错 但大家看到道理 我觉得803基金是对的 那可不可以上诉呢 我不知道 讲真一句 我们举个例子 你说医生被裁定失德 你便一定要规定 是一定要出名的 那是否因为 失德的教师不需要出名 是否因为医生便医死人 所以一定 他也不一定是死人 不一定是死人 我想问就是 是否因为 会涉及到一些人命 所以就要开名 你告诉我 过去2019年黑暴开始 你告诉我 教育局收了269宗 失德教师的投诉 到今天只有三宗 有三个老师被吊销牌照 其他有些未审 其他有百多宗 勸你出警告信 勸你叫你不要 有没有 有没有人知道 其余那些 那266宗 什么学校 不知道 很有趣的感觉 你问我 我就会觉得 为何教育局 为何教育局 最初有这样的决定 不去做事 撑住 他怕谁 怕教协 是呀 都没有了 教协都没有了 是吧 是呀 不过你现在就爬上去 又说我现在要 打官司和803 打官司 我打赢了 那就好了 那大家看看 接着如何 其实老实说 就是 就是特区政府 是有些部门 有些局长 是真的不是很通的 就是这件事 老实说 就是为何不可以公布它出来 我就觉得可以公布 公布了之后 你有个工作压力给他 看他不要这样 是不是 那你告诉我 就是这班老师 他们不在香港 可能他们都走了去英国 是不是 大家都可以这样看 大家重温一下数字 2019年 其实 你看回数字 有被捕的 起码有4,009人 是学生 当中有18 18岁以下 起码有1,007人 被检控 被检控的 都有1,102个学生 你想想 当中有489个 是未成年的 你说播厅不严重 多严重 你才得过三单 三个老师被吊销牌照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好 明爱马安山中学 有个中陆的学生 被控 在2019年 在校内内管有爆炸物品 TATP聚成 当时有老师求情 他就说 被告单身家庭成长 他竟然用一个什么借口 他的为人具实验精神 希望法官倾盘 即是说 原来在学校里面 你要做一个炸弹的实验室 拿一些老师同学的命去教票 做老师的 竟然你没有教好学生 你还可以在法庭上 赞这个学生 他具有实验精神 你是不是真的离了大谱 中陆学生 17、18岁 你说在校内管有爆炸品 TATP 我想问你一句 是否那半年 你进入中陆的半年 就立刻变成这样 还是之前 由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 都有人在教唆他 令他变成这样 读黄你的脑 没错 如果在这样看的时候 你就说 我们将这些教师抽出来 令到他不能再在屠毒学生 那哪有什么错 教育局帮什么 因为怕了教协 教协没有了 那接下来 你是不是又是顶住呢 老实说 我要问一句 教育局 好心你 grow up 真的 你和大家说一下 你记不记得 2019年 我们做了八集 我们拍了八条视频 是有关于培证中学 培证中小学的投诉 这件事是如何呢 很快和大家温故资深 当时有家长投诉 陪证中学有些教材涉嫌播毒 亦有抹黑内地 亦加入大量的教师个人意见 毫不客观 如何发生呢 当时就是疫情 要在网上上上课 家长竟然看到 他们要下载一些教材 才发现原来那些通识教材 那么夸张 那位家长就去培证投诉 他就懒惰你 完全没有你 他想一想 不行了 他索性就把他的小朋友 转了校 转了校之后 他就向教育局投诉 一投诉 教育局就去封信给他 就跟他说 说条件 我们要处理你的投诉 你首先要签一些endorsement 要同意我将你的身份 去告诉陪证的学校 你现在这个家长 这个人 去投诉他 那好了 他不要紧要 因为他儿子已经不在这儿 在这儿读了 他就签了 签完之后 就想着 OK 开始了 石沉大海 最终就来 Approach我们 觉得要去跟传媒说 我们了解整个个案之后 就决定要做视频 一连八集做了 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事情之后 我们也有找立法会议员郭伟强 去帮 究竟是否可以协调一下 和教育局 谈谈是否跟进一下这个事件 2019年年中 这个人就投诉 去到今天 2021年 10月 说真的 郭伟强做了很多事情 最终他真的很努力 我和你说 杨润雄也有见过他 最终都是石沉大海 我和你说 你说特区政府的柯果法 有时真的不要说 第二件事关于陪证 当时也有一件很离谱的事情 话说有传 陪证小学有个教师 说他在黑暴的时候 被折查过 记下了他的名字 后来有家长知道 原来他也要申报给陪证小学 后来知道了 有些家长就报料 为何你可以出去被警察折查员 为何你还可以教 我们拍视频 亦去接触陪证小学 最终搞到这件事很大 他的校监 最终去一个建制媒体 要拆回这件事 因为太大了 他的解释就是 他说这位老师 原来这位老师 他改了名字 继续在陪证上教 他说没有政策 不让他改名字 这位老师也未被检控 所以在教育部的条例里 其实他不需要开除 好了 赤尘大海 照样 近新学年开始 我们就收到封 我们就有些家长 通知我 就说很多谢我们 因为HKG报 不屈不撓 去揭这个真相 收到在新学期 改了名的陪证小学教师 已经辞职了 说真据 如果根据这个说法 如果警察拘捕了个人 那人改了名字 那就没事了 你是陈大文 我那天是陈大宗 然后有罪都变成无罪 怎么搞的 他不是有罪变成无罪 我明白 他现在的意思是 他改了名字 他不能做事 其实是全部找来做的 不过此一时 到了现在 还能不能脱身呢 我相信就没那么容易 真的 所以其实个案有很多 803基金也有很多 这些失德律师的个案 我们都不知道可以怎么说 不过 问题就是 都是那句 整天就是讲教师的权益 我想问家长的权益在哪 家长的知情权益在哪 所以803基金 我们支持你 你一定要考虑上诉 好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到这里 祝大家有一个长周末 下周一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